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名字叫Max 今年22岁 就刚刚从外国读完书回来 就慢慢的接手家里的公司 家里的事业 这样子 以前我就是卖等的 跟那个那种 软件的东西 就是卖家里的东西一点点 就那些 要等那些东西咯 你去年4月多才开始 去年4月多才开始 然后就 一年过后有 不错的回想 然后现在就打算做 你们的那个网站咯 你去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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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zada 我本来是要做它先的 因为太多feedback 会来讲有些东西 Lazada卖是假的东西 假的 但都是他们进来讲 Lazada卖东西是货不对版 所以他们有些会 对Lazada失去信心 过后我就 try Shopee 因为本来Shopee的 那个percentage commission 是1% 过Lazada是2% 所以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我就try 以Shopee先进先咯 现在的年轻人是比较喜欢 从网上买东西 不喜欢 不喜欢去店买东西的 我自己也是这样 然后我就觉得 online这些东西可以做 就try咯 看可以不可以 就这样子开始咯 首先我们就没有什么 idea去做 然后等一下 我们只是放我们的产品下去 就以warranty的方式 来锁着顾客咯 价钱应该是比较高 可是我们的产品 我们对我们的产品有信心 是我们会把那些warranty 跟我们的产品的product 做到最好 所以这样子我们才可以给到 那些顾客一点信心 我们不是 讲一讲卖那些便宜的东西 过后就给 warranty两三年 有些时候你用了 用了不到几个月就坏了 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这样子 最遇到最多的东西就是 吃咯 因为我们这边 跟你们的KL那边 有些不一样嘛 因为我们星期六 跟星期日是有做工的 如果他们星期五 买东西的时候 我们星期六 跟星期日是记不到的 可能那些顾客就会觉得 为什么会慢 这样久 就是因为这个问题 大多数我们都是会 星期一这样子记东西 过后就会在两三天里面到 就会比较保障一点 大多数都是 讲讲 都是迟啦 如果讲KL做坏东西 是没有啦 我们都会包到很好嘛 然后也是年了那些贴 可以啦 计划就没有很大啦 其实最重要是要做好 online的东西先 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回应 最重要是现在 最新的那个 website 要有一个很好的回应先 过后再打算看 要去哪里发展咯 我只是拿来卖那些东西 我只是拿来卖那些东西 可能你会讲我想介绍的就是那些风扇啊 Rubin的风扇哦 因为这些Rubin的风扇可能 保价会比较久 实用 比较耐用 不像普通的其他的品牌 就好像你买便宜的东西 然后给你便宜的东西 给你用那种一两年 就可能会坏 然后因为Rubin的东西呢 我们现在 就会 就会 好像有outdoor service 就你不需要采来 我们店 就是call我们 我们就会去 去你家 把那些坏东西 修理好 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 service 就其他东西 如果 它的全部product 就是Rubin的product 你会 online register的话 就会多六个月的保家 在哪里 如果是Rubin的这个产品呢 我们每个地方都会有 只是从Rubin的公司咯 其他的我们就还没有 现在只是在我们的地区 就是在我们的地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